RSS就很好用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取得网络上面的一些讯息的话 那各位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关键字 这关键字比如说呢 像那个你们关键字可以找那个什么 RSS控一个新闻 或者RSS控一个股市 你会发现这里就会有很多的这个RSS 比如说你想要动态的随时去取得那个 Yahoo股市上面的最新发布的讯息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用这个 Yahoo这边有个股市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里面就有很多了 各种分类 那这个RSS会随时变动的 每天它会update update 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读取它的话 你可以随时读取它 那你可以写一个VBA 每天可以去抓网络上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是活的 不是死的 你不是抓下来就没有 它下一次会更新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运用也很广泛的 甚至如果你懂的话 像现在很多手机上APP 其实也都是动态去抓这些东西 随时更新嘛 那资料交换最好用的就是XML 其实它就是一个XML的档案 放在网络上面 告诉你网址在这里 你只要去抓那个位置 每天就可以更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应用在我们范例里面 也非常简单 其实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把它点下去 比如说台股的这个盘式 那里面它会有这些相关的讯息 那特别注意 这个XML里面呢 你按右键 右键之后会有那个检释原始码 因为我是用Firefox 所以可能看到的画面 如果你们等一下用IE 应该也有一个检释原始码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按右键检释原始码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个标签 那里面有哪些标签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item底下一定有个title title一定有 另外呢 还有link link就是它的超连结 如果你要link的 你要超连结 可以找link 另外它一个什么 description 就是它的说明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我的范例是比较简单 因为我就抓两个 一个抓title 一个抓什么description 就是一个是标题 跟那个里面的说明 那link我没有抓 我这个范例 那我示范给各位看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这个资料 到我们ecell里面的话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把它上一页 你就找RSS 然后股市 这边就有个什么 台股盘市 对不对 这边有个连结 你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之后呢 请各位到我的城市里面 找到那个第三个页面 读取RSS 有没有 这边扫一个按钮 你直接直接到哪里 直接到城市码里面 看一下最下面这一个 叫读取RSS 那上面这些其实也就是宣告 宣告我们要读 那些物件的使用 那比较重要是这一个 设定RSS UI UIL就是网址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UIL这边的 有一个字串 其实你就可以把 刚刚那个盘式 有没有 的那个字串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读取的 XML的档案的 网路上的位置 那接下来后面的话 就是通讯 我想这个部分 如果你们比较 不是那么在行的话 那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上面都有注解 也就是说呢 我利用这个 XML的一个 这个HTTP的REG 这个物件 我去读取什么呢 读取网路上的讯息 那如果说呢 是200的话 那表示是正确取得 那为什么是200 我想各位 可以稍微查一下 这个Status 它的状态是200 才是正确取得 这个是里面 它的一个 制定的一个号码 然后呢 读取之后的话呢 我再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FOR FORH 就是在这个节点 里面的东西呢 通通帮我抓回来 那抓回来 这边之一呢 也是一样 放在Sales里面的什么呢 Raw Index 那Raw Index 我是从第二列开始放 所以Raw Index 是二开始 然后放在第一栏 里面的值呢 放什么呢 放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Title Title指的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 XM里面呢 有一个标签 是Title 还有什么Description 就是它里面的说明 我把这两个抓回来 当然你要抓第三个 第四个都可以 里面只要有标签的 你就可以把它抓回来 那底下呢 就如果再加一 一直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只有改这一行 就是Resource的这个 RSS的UIL 那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地方把它Raw起來 执行 各位有没有看到 标题跟说明 就直接从网路上抓下来了 这个如果今天看到 跟明天看到又不一样 你随时可以更新的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将来也可以 有个应用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档案 放在网路上面 让人家去存取 那这个就可以当资料交换的 一种方式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找到那个 我们范例里面的 那个读取RSS 然后试着 把这个 这个RSS的UIL 改一下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网路上面 很多这种RSS 你们可以找一下 甚至新闻 你也可以去读取 可以把这个 人家放在网路上面的 这些相关的讯息 就可以很容易的 这个当成你的 后端的资料库 取得你要的资料